哈喽大家好 很多朋友想用一台稍微高性能的软路由去做 双软路由系统和HTPC的服务器 简单来说很容易实现 直接在软路由宿主的虚拟机里面去安装Windows系统 然后直通显卡给Windows就可以实现 从理论上来说非常简单 相信大家对于直通显卡还是网卡都是非常熟悉了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EXI虚拟机 就只能去扩展独立的显卡去直通 在一般的软路由上面又只有核显 所以就无法实现 上期视频我说了 我最近在玩PVE的虚拟机 那么直通核显输出到独立的显示器上 在PVE的虚拟机上就非常的容易可以完美的实现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一台性能稍微强一点的软路由 同时跑着双软路由的系统 然后再跑一个Windows的系统 独立的输出到另外一台显示器上 接上独立的鼠标就可以轻度的办公 以及当HTPC来使用 看看视频什么的 那么今天我就来教大家如何在PVE的虚拟机里面直通核显 直出到独立的显示器上 那我以我们之前发布的J425的软路由为例 之前我们发布了四口和两口的软路由 那两口的这个软路由是带生卡的 所以我也顺便演示一下直通生卡 那我就以这台两口的J425软路由为大家演示 在PVE下安装最新的Windows 11直通核显 然后直出到显示器上 首先我们先准备好一些必要的工具 像核显的驱动 J425核显提起出来的VBIOS 虚拟的驱动安装包 以及Windows 11的系统 前面的三个我都会提供给大家下载 就在图文教程里面 Windows 11的系统就不提供给大家 大家自行下载 反正马上也要发布Windows 11的正式版系统了 第一步我们还是要来开启一下PVE的核显直通 在PVE的后台进入到主节点 找到Share的命令窗 在这里面输入这条命令 进去以后 把下面的这行代码删除 然后填入直通的代码 这一步就是设置PVE虚拟机直通的特性 就像网卡的直通硬盘的直通 都是需要来这里操作这一步的 然后加入这串代码 唯一的区别就是在这一串直通的代码后面 多了一个Video的属性 替换完成后按Ctrl X保存退出 接着再输入这一串代码去更新一下JRUB 接着需要加载内核模块 我们输入这一串命令 进去以后在最下面加入这些模块 然后按Ctrl X保存退出 如果你之前是设置过直通网卡的 那么对这些步骤是并不陌生的 接着我们把核显一些相关的驱动 添加到PVE的黑名单里面去 输入这串代码 在里面把这三项驱动给添加进去 然后再按Ctrl X保存退出 接下来我们来输入这个命令 查找一下核显和生卡的ID 在这个列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VGI 以及下面的Audio这两项 分别对应的就是我们的核显以及生卡 从前面可以看到我的核显的通道ID是00-02 生卡的通道ID是00-01 接着我们需要通过这两个通道的ID去查询对应的硬件ID 首先输入这个命令 然后把我们核显的通道ID给复制下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查询到核显的硬件ID 那在这里我的显卡的核显应电ID是8086-3185 这样我们把核显的硬件ID先保存下来 然后呢我们输入同样的命令 然后再把生卡的通道ID放在命令的后面 这样就可以查询到生卡的硬件ID是8086-3198 然后我们输入这串命令 在里面添加以上我们查询到的两个ID 就是把它添加到直通组里面 前面就输入这串命令 后面跟的就是核显的ID8086-3185 如果有多个组要添加 我们就在这个组的后面打一个英文的逗号 然后再把生卡的硬件ID给添加进来 生卡的硬件ID我们查询到的是8086-3198 这样添加后同样的按Ctrl-X保存退出 接下来我们再添加一个防止KVM虚拟机死机的命令 输入这串代码进入 然后再把这串代码给粘贴进去 最后呢再按Ctrl-X保存退出 最后我们再输入这串命令去更新一下内核 更新完成后 我们现在需要重启一下PVE的宿主机 当重启完成后 你会发现PVE的物理机后台输出的画面会有变化 它就会变成这样的 在没有直通核显的情况下 它的物理后台是正常显示的 并且会显示后台的IP地址端口等等 直通核显后这些信息就没有了 就会变成这样的画面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是不是哪里配置出问题 导致PVE虚拟机没有启动成功 重启完成以后 再回到命令窗口 输入这串命令 可以看到有类似的信息出现 那就说明我们刚才设置的那些直通的 已经设置成功 接着我们点击下面的节点 找到ISO镜像 然后把Win11的ISO镜像上传上去 然后再次点击上传 再把虚拟驱动的ISO镜像 也一并上传进去 这样我们的ISO镜像库里面就有 Windows11的ISO镜像 以及虚拟驱动的ISO镜像 现在我们来开始创建 Windows11的虚拟机 配置这一步非常关键 首先虚拟机的ID可以默认 也可以自定义 我这边就自定义为103 名称就输入Windows11 下一步操作系统当中 CD DVD驱动器ISO镜像 就选择Windows11 ISO镜像 那边就选择Windows 版本就选择最新的 这个就可以了 系统页面下面有个高级的选项 默认是没有高选的 我们高选上 在高级的选项里面 里面有BIOS默认 机型选择Q35 硬盘页面总线改为SATA 硬盘大小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定义 我这边就设置80G CPU页面根据你自己的CPU核心数来设定 我这边设置为4核 类别这里默认是虚拟的 那么我们要直通一下CPU 就选择最后一项host 直通CPU性能会略好一点 下面的NUMA也启用 内存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设定 网络默认的是英特尔11000 这个是无需驱动的 我为了演示 我就选择半虚拟化这个 稍后安装驱动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Windows 11的虚拟机就配置完成 来到我们刚创建的 Win11的虚拟机的硬件页面 点击添加 找到里面的PCI设备 在这里面选择我们的核显 核显就是UHD600 添加完核显以后 我们其他就不用再操作了 我们现在直接开机去安装Windows 11 安装的过程我就不再详细演示 跟安装Windows 10是差不多的 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首先进入到设备管理器里面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处理器 由于我们刚才直通过了CPU 所以在这里面就显示了J425的型号 如果是没有直通过 这里就会显示虚拟的 其他有三个打探号的地方 就是没有驱动上的 PCI的设备以及网卡 最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核显 现在我们来依次来驱动这些设备 安装好Windows 11系统以后 接着我们找一个U盘 把事先准备好的核显驱动 拷贝到U盘里面 然后把Windows 11关机 再把U盘直接操入到软路由上面 回到Windows 11虚拟机的硬件页面 点击添加 找到里面的USB设备 打开以后选择下面的使用USB端口 就可以找到我们刚才插入的U盘 选择这个U盘添加上 然后再选择CD DVD 把里面的ISO镜像 从Windows 11改为虚拟驱动的ISO镜像 然后重新开启Windows 11虚拟机 进入到系统里面 在系统页面 我们就可以查询得到 我们刚才插入的U盘 以及我们刚才更换的 CD DVD的虚拟驱动 现在我们把U盘里面的核显驱动 给拷贝到桌面上 然后进入到设备管理器 首先我们来安装PCI设备的驱动 点击右键 点击更新驱动 选择第二项浏览我的电脑 在浏览里面选择CD驱动器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样就可以把PCI设备的驱动 给安装上了 同样的方法 我们来安装一下网卡的驱动 点击更新驱动 选择第二项 同样选择刚才的CD驱动器 这样网卡的驱动也安装上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安装核显的驱动 打开核显驱动文件夹 找到Setup 点击安装 这个核显驱动安装是比较慢的 大概需要安装五分钟左右 出现这样的提示 就说明驱动已经安装完成 然后我们重新进入到设备管理器里面 可以看到显卡这里显示UHD600 说明我们的驱动已经安装成功 然后我们再次关闭Windows11的虚拟机 然后在你的电脑上打开WinSCP这个软件 注意这个是你自己用的电脑 并不是那个Windows11的虚拟机 文件协议就是输入SFTP 主机名就是输入你PVE的后台地址 用户名账号密码都是输入你PVE的账号密码 然后就可以登录到PVE里面去了 接着我们就在PVE的root目录 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J415核显的Webios传进去 现在我们再回到Windows11虚拟机这边 点击硬件 把我们一开始添加的PCI的核显设备给删除 那我们的止通不需要在这里设置 我们是需要用代码去设置的 然后我们的软路要接一个单独的USB的键盘鼠标 编辑我们刚才添加的这个USB设备 在里面选择我们的USB键盘鼠标 点击确定 然后编辑显示 把显示里面的显卡改为无 再点击添加一个PCI的设备 这个设备就选择我们的生卡 也就是把生卡也直通给Windows11 然后来到主节点的命令窗 我们输入这个代码 代码中的103对应的就是Windows11的ID 这串代码的意思就是进入到Windows11的配置页面 然后我们在里面的代码的最上面 把这串代码给粘贴进去 其中这个代码里面的这里的ID就是我们核显的ID 你的ID可能跟我的不一样 需要你自行修改 就是一开始我们查询到的那个ID 后面的这里就是我们刚才传到那个root目录下的 Webios的路径 然后我们再按Ctrl-X保存退出 接下来我们软略的HDMI口就可以去接独立的显示器了 我这里为了方便演示 我这边是接了一个采集卡 采集到这个黑框的画面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直接开机Windows11虚拟机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输出画面到这个采集卡上面了 那说明我们PVE下的Windows11 已经可以直出到独立的显示器上了 首次接显示器 它可能会重复的重启 以及修复这个系统 这些都是属于正常的 自动修复完成以后 它再次重启就可以正常的进入到Windows11的界面了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Windows11的画面 就是独立输出到显示器的画面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去查询一下核显 核显是正常驱动的 通过以上设置这台软略里面的Windows11 只通了核显就可以独立的输出到另外一台显示器上 我们只需要再接入独立的键盘鼠标去操作 那感觉就像在物理机里面安装了一台Windows系统 实际上这台Windows11的系统就是和软路由共存在PVE的虚拟机下的 刚为演示的是接了采集卡在电脑上为大家演示的 现在我就直接用它来接显示器 直观的为大家再演示一遍 现在我接上我残血的显示器直接为大家演示 直接从HDMI口接出 并且我接了一个耳机 单独接了一套USB的键盘鼠标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直通了显开后 它显示的一个画面 并没有显示PVE物理机的后台界面是显示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现在我们在PVE里面启动Windows11 可以看到这个是Windows直出的一个logo界面 好的那很快就可以登录进去了 现在我再重新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信息 刚才可能在那个录屏的界面采集卡上可能看不太清楚 设备管理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处理器是直通过的 所以它就显示的是J4125 如果是没有直通的 那这里就会显示虚拟的 然后显卡 UHD600 然后生卡也启动成功 那么现在我们去放一个4K的视频看一下 上YouTube看一下 好 好 找一个4K的吧 我先点那个8K的看一下 好 先改为这个4K的 大家可以看到放4K是毫无压力的 这个视频是没有8K的 我们找个8K的看一下 好 它现在默认的是在播放4K没问题 我们切换为8K的 放8K的话稍微有点卡 这个应该是节点上有点卡 然后解码也会有点卡 但是放4K是毫无问题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PV1这边的一个性能的状态 使用率CPU 占用并不高 现在它是直通的一个状态 当然可能看8K的吃力 看4K是完全没问题的 现在没声音 是我这个耳机没电了 我换一个电池 好 现在我的这个耳机换了一个电池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声音了 好 那声音和画面都没问题了 好了 这个就是J425 软路由在PV1的虚拟机下 安装Windows 11 直通核显直出到独立显示器的一个视频教程 当然不只是J425可以 其他带核显的CPU的软路由都可以实现 只是有的CPU在配置的时候 都是不需要用到核显的VBIOS的 这个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不过我还是推荐 无论是什么样的机型 都推荐大家去加载它的VBIOS 这样的系统会更加的稳定 直通的核显的性能也会得到全面的发挥 至于这个VBIOS提取就是非常的麻烦了 可能一般朋友没有专业的工具 是很难提取到核显的VBIOS的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CPU-Z这个软件里面就可以提取 总之提取核显的VBIOS是非常复杂的 我打算单独的出一期视频演示给大家看 大家可能也只是看一看了 不可能为了提取一个核显的VBIOS 去买一堆专业的工具 反正原理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从BIOS里面去剥离出核显的BIOS 由于比较复杂这期的视频时长也比较长 所以我就没有在这期视频里面演示 之后我会专门出一期视频来教大家如何提取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